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清朝康熙五十一年,公元一七一二年,康熙帝第二次废除应仁的太子之位 此后,康熙帝对储位之事闭口不谈 朝野上下都非常不安,生怕一不小心站错队 就连隔壁的朝鲜王朝也有些坐不住了 两年后,朝鲜国王李吞、宿宗派使者来清朝进贡 顺便打探有关储位的事情 结果,使者在清朝转悠了大半年,回去对国王李吞禀报说 或太子允仁之子圣贤,故不忍利他子,而上耳贬处矣 这句话出自朝鲜李朝实录,元一世 可能因为应仁的儿子太优秀了 所以康熙帝还没有打算彻底抛弃应仁 只是暂且将应仁废除 言下之意 因为康熙帝喜欢应仁的儿子 所以应仁有可能还会第三次被立为太子 在这里 朝鲜使者口中的允仁之子 名叫洪熙 他是康熙帝当时年龄最大的孙子 朝鲜使者回国时 洪熙已经二十岁了 洪熙在清朝是特殊的存在 他受康熙疼爱 得康正以重 最后却栽在乾隆手中 历史上 洪熙真的有这么优秀吗? 本集将通过史料 来和大家分享应仁之子洪熙的一生 一 康熙之长孙 皇孙中最贤 清圣祖康熙帝 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 他一生处敖 平三番 收台湾 真嘎尔丹 为清朝版图奠定了基础 然而 他晚年在立储之势上 却颇为伤神 特别是应仁的两次被废 对康熙是致命的打击 其实 应仁年幼时 康熙帝对他 可谓关怀备至 寄予厚望 例如 应仁四岁拾出天花 康熙连续十二天没有上朝 全心全意地陪在应仁身边 带应仁稍长 康熙为应仁宴寝师 建玉庆宫 亲自带应仁到景山骑社等 都体现出慈父心肠 可惜 随着其他皇子们逐渐成长 应仁在兄弟们的觊觎中 日渐失去方寸 最终一错再错 被康熙彻底拉入黑名单 然而 即使康熙废掉了应仁 但他对应仁的血脉 仍非常关怀 应仁一生有十二个儿子 十四个女儿 在他第二次被废之前 已有十个儿子 其中 应仁的长子夭折 次子便是本级的主角红熙 红熙出生于康熙三十三年 其生母是应仁的侧父近李家世 根据史料记载 应提的长子红裕和应指的长子红晴 皆出生于康熙三十五年 如此一来 红熙便是康熙弟年龄最长的孙子 再加上红熙的父亲是康熙嫡子 因此 红熙从年幼时便与众不同 康熙深谙儒学文化 古代士大夫讲究抱孙不抱子 红熙年幼时 其父应仁的太子之位还很稳固 因此 康熙弟对这个长孙非常喜爱 经常将他养在宫中 抱着红熙书写作画 再加上红熙聪明过人 康熙一度认为 红熙可能是大清王朝 继应仁之后的接班人 红熙十四岁那年 康熙弟带着诸位皇子皇孙去木兰围猎 红熙也在随行之列 这年十一月 红熙亲眼目睹了 其父应仁与舒败们的矛盾激化 先是大阿哥应提将应仁节流蒙古贡品 纵容下属欺压百姓等罪行 禀报给康熙 再加上应仁对十八阿哥应谢生病毫不关心 还偷偷窥视康熙的大仗 最终康熙一怒之下 决定废除应仁 这让前途一向光明的红熙眼前笼罩一团乌云 同时也让他深刻体会到皇家斗争的残酷 一年后 康熙见诸子为了争夺储位 相互拉帮结派 将朝堂弄得乌烟瘴气 为了缓和局势 康熙决定复立应仁为太子 毫无疑问 在康熙心目中 应仁虽然不完美 但终究还是最合适的人选 康熙培养应仁多年 他希望应仁能痛改前非 做一名合格的接班人 对于红熙来说 这就是所谓的柳暗花明 他又成了太子的长子 康熙对红熙的疼爱 仍像从前一样 应仁被复立之后 虽然表面上更加贤德 但私底下为了稳固处位 广结党羽 康熙五十一年 康熙查出 应仁指使户部原外郎 伊尔赛贪木巨额合宫银两 后来应仁甚至策划逼康熙帝训位 这让康熙忍无可忍 康熙最终宣布 第二次废除应仁 将后者幽禁在咸安宫之中 当年十一月十六日 康熙帝跪在太庙中 向祖先们哭诉自己 再次废除应仁时的无奈 悲痛万分 几乎弃绝 第二次被废 等同于彻底掐断应仁的希望 但是 康熙帝并未牵连红西等人 当时 应仁被软禁 红西和他的几位年长的弟弟 还能自由出入皇宫 本集开篇提到 朝鲜礼朝使者曾认为 康熙喜欢红西 以至于应仁有可能被第三次立为太子 这个也能作为应仁被废后 康熙仍然喜欢红西的证据 不过 若说康熙帝要第三次立 应仁为太子 这也不可能 因为清世宗实录 卷期记载 玉宗人府 郑家庄修盖房屋 住扎兵丁 享黄考 康熙 圣义 或预令二阿哥前往居住 这一段话是雍正说的 他的意思是 康熙帝曾下旨 在城外二十里的郑家庄 建了一座府邸 待以后留给应仁及其家人居住 由此可见 康熙在第二次废除应仁之后 念及父子之情 还是给应仁留了后路 这条后路中 自然也包括红西 二 康熙留遗嘱 雍正直皇命 根据朝鲜礼朝实录记载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康熙帝在畅春园并重 临终前 康熙帝交代了三件事 康熙皇帝在畅春园并聚 知其不能起 赵阁老马其言约 康熙 第四子雍亲王应征最贤 我死后立为四皇 又约 废太子 允仁 皇长子 应之 性行不顺 依前居求 封其一时 以忠其身 废太子第二子 红西 朕所钟爱 其特封为亲王 言弃而逝 这段话比较长 康熙临终前对大学时 马其说的是 其一 传位给第四子应征 其二 宝应仁 应提一时无忧 安度余生 其三 应仁的儿子红西 被赠 康熙 所钟爱 待应征登基后 封红西为亲王 需要说明的是 这段记载 是朝鲜使者经验 在清朝得到的消息 回国后 转述给朝鲜国王的 因为一直记载 在朝鲜史料中 没有得到清廷的干涉 所以有一定的可信度 从这段 记载中可以看出 康熙帝对他最疼爱的孙子红西 还是有些放不下 不惜在遗嘱中 专门提到红西 希望雍正帝给予照顾 事实证明 雍正帝登基后 也兑现了康熙帝对他的要求 不过 雍正并未一次信封红西为亲王 而是先封为郡王 根据清世宗实录记载 康熙帝是1722年 康熙61年 11月13日驾崩的 到了11月14日 也就是康熙帝驾崩的第二天 雍正帝执掌皇帝权力的第一天 就下狱给内阁 册封红西为多罗郡王 同日被册封的 还有十三爷允祥 他被册封为宜亲王 祝 雍正登基后 康熙诸子改印为允 夏同 红西当时是雍正子之辈中 第一个被封王的人 红西被册封为郡王 但他的父亲 允仍便没有这么幸运了 雍正增说 允仍中年神志昏溃并未疯狂 皇考念宗社 重任赴托为奸 不得已再行废弑 呆至时有余年 审疾如故 全可无期 意思是 允仍曾是康熙帝打算托付重任的人 可惜他中年发疯了 因此被康熙废除 现在十几年过去了 允仍的病仍没有好 因此 雍正只能延续康熙时的既定策略 继续将咸安宫的大门紧闭 不放允仍出来 小编分析 雍正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册封红西为郡王 一方面是因为康熙帝的遗嘱中提到了对洪西的安排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洪西曾是太子之子 雍正优待洪西 不仅可以拉拢人心 还可以借洪西之势打压巴也隐似党羽 那么 雍正是真的信任洪西吗 显然不会 雍正元年五月 雍正便下旨说 康熙在位时 曾在郑家庄为允仁盖好了府邸 里面有四百多间房子 足够住 既然允仁的病美好 不能去住 那也不能辜负康熙帝的一番美意 就让洪西带着弟弟妹妹们去住吧 实在 金洪西既已封王 令李郡王洪西率领子弟与彼居住甚合 出自雍正朝满文诸批奏折全意 不仅如此 雍正还让横亲王允齐 纯亲王允又两位弟弟 带着上千名兵丁 护送洪西及其家眷到郑家庄 一年路上出现什么变故 作为郡王 洪西此后每月只需要入朝一次 其他时间都不必入京 这些记载 看似充满了雍正对洪西的关心 但细思下来 不免存在另一层意思 大家体会 洪西在雍正朝比较识趣 他多次上座给雍正 直呼雍正为皇父 雍正也喜欢洪西这样的表现 因此 书职两个关系非常融洽 雍正二年 允人并威 雍正帝为了敬兄弟情义 特准洪西入咸安宫照顾允人 当年十二月 允人病逝 雍正追封允人为李亲王 按亲王李下葬 允人临终前 曾给雍正上奏 根据青世宗十录记载 允人 训义子李郡王 约于尔君父之前 有一分之能 即竭尽一分之力 有三分之能 即竭尽三分之力 若能一心竭成效力 已是君父方为令子 允人在奏折中说 他已经训诫过洪西 让洪西以后有一分力 就尽一分力 有三分本事 就尽三分本事 要一心一意 全力效忠雍正帝 否则就不配做他 允人 的儿子 不得不说 允人毕竟 生在帝王家 为了子 他也得向雍正帝表表忠心 雍正对于允人父子的态度 自然非常满意 因此 到了雍正八年 雍正帝 清封洪西为李亲王 此时 洪西已经三十六岁 他成为洪自备中的宗室成员中 爵位最高者 三 堂兄直礼仪 乾隆不能容 纵观洪西在雍正朝十三年的经历 雍正虽然没有给洪西实权 但对洪西还是比较倚重的 特别是在礼仪祭方面 在弘历还年幼的情况下 基本上都是洪西在主持 例如 雍正四年 雍正帝命洪西代为祭祀锦陵 康熙帝陵 雍正九年 雍正的嫡妻乌拉纳拉市去世 洪西主持祭奠仪式等 洪西在雍正朝办的几件差事 都没有出过差错 总之 在没有实权的情况下 雍正帝并没有特意 和这个大侄子过不去 雍正十三年 雍正帝驾崩 宝亲王弘历即位 视为乾隆帝 雍正帝的遗诏中 命张廷玉 鄂尔泰 允禄 允里四人 辅佐乾隆帝 乾隆登基后 开始加安于宗室 洪西当时仅存的三位弟弟 皆被封为郡王 后来乾隆帝过生日 洪西作为大堂兄 还专门派人做了一顶鹅黄色的监鱼 一种轿子 送给乾隆 不过乾隆没有收下这个礼物 洪西不知道 就是这顶监鱼 最后给乾隆留下了把柄 实际上 乾隆帝刚登基时 对宗室子弟 还是不错的 但待他站稳脚跟后 他的态度开始转变 首先 乾隆三年 果亲王云里病逝 两位脱孤的皇叔 现在只剩下 庄亲王允禄这么一位了 允禄得高望重 在宗室中影响力很大 很多年轻一辈的宗室成员都以允禄为尊 这引起了乾隆帝的不满 但允禄毕竟是长辈 乾隆不能直接拿允禄开刀 于是 乾隆打算从外围下手 乾隆在得知允禄与洪生 横亲王允禄的长子 往来密切后 开始调查担任 郑皇齐满洲都统 兼火器营统领的洪生 最终洪生 被冠以诸畜银员 四行无耻的含糊罪名 被乾隆严厉问责 允禄也被乾隆狠狠地批评一顿 乾隆训斥允禄要约束宗室子弟 保全宗室之颜面云云 可是 在调查允禄的时候 乾隆有了意外收获 他发现 李亲王洪熙经常出入允禄的府邸 和洪生多有联系 于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 乾隆查出 包括宁郡王洪角 宜亲王允祥狄四子 贝勒洪昌 宜亲王允祥树长子 贝子洪璞 庄亲王允禄次子 等人有结党隐私 往来诡秘 欲图不轨的嫌疑 因此 将上述堂兄弟们 全部拘押严审 在审理洪熙的过程中 洪熙义正言辞 拒不认罪 不知畏惧 抗不实贡 这种不合作的态度 让乾隆非常恼火 乾隆本来是剑指 庄亲王允禄 以达到震慑宗室子弟的目的 现在因为洪熙的态度不好 乾隆决定改变了方向 把枪口对准洪熙 因为乾隆知道 把洪熙这个洪字被老大干掉 照样能震慑大家 乾隆帝最初把洪熙软禁于郑家庄他的王府内 洪熙坚称自己 被朝廷忠心耿耿 从来没有结党不轨 还是不认罪 于是 乾隆帝下 只身吃洪熙说 康熙时期 你们父子获罪 皇口 雍正 不计乾贤 封你为郡王 后来又计你为亲王 我登基后 对你一家也恩欲有加 你却行止不端 浮躁乖张 在我面前毫无恭敬之意 只知道一味像庄亲王允禄产妹 最后 乾隆说了一段话 才真正要命 乾隆说 且兄中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 居心甚不可问 即如本年御朕诞辰 依御尽献 何所不可 乃至鹅皇兼于一城以尽 朕若不受 依即将留以自用矣 经世纪败露 这段话出自清高宗实录 乾隆的意思是说 你 红歇 自以为是旧日东宫嫡子 居心不良 竟趁我生日的时候 送我一顶鹅黄色的监鱼 我没有收下 你竟然敢自己留下使用 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 足以说明 你有篡位之心 俗话说 杀人诛心 红西听完乾隆的话 心都凉了半截 四 杀人者诛心 适入朝剑宜 乾隆的话 让红西便无可变 无任何转环的余地 青史稿 卷二百二十云 乾隆四年十月 高宗玉泽 红西自视为东宫嫡子 居心叵测 薛绝 最终 红西被薛去绝位 囚禁于郑家庄之中 从此和他的父亲允人的后半生一样 困于高墙 然而 乾隆也没有 就此放过红西 乾隆四年 郑家庄里 有个叫福宁的仆人 逃出王府 跑到宗人府去告发红西 说红西 在乾隆三年 曾找了一个萨满巫师 来询问几件大事 其中有问皇上受算如何 也就是说 红西让巫师算一下 乾隆能活多久 在封建社会 这无疑是大逆不道 乾隆怒不可遏 认为红西心怀意志 将红西从宗室中除名 贬为庶人 终生圈敬 这还不解气 乾隆要效仿雍正帝 处理允寺 允堂的方法 给红西改名 当年 雍正将允寺改名为 阿奇纳 将允堂改名为 塞斯黑 而今 乾隆帝给红西改名为 四十六 因为红西这一年 虚岁四十六岁 此后 朝廷便再无红西的消息 直到三年后 乾隆七年 红西病逝于郑家庄 年仅四十九岁 乾隆下旨 以庶人身份 将红西下葬 红西去世三十六年后 乾隆帝下旨 恢复红西的宗谍 在小编心目中 红西无疑是 清朝皇室成员中的悲剧 他出生于康熙三十三年 死于乾隆七年 活了四十九岁 红西在康熙朝的二十八年 是康熙帝最爱的孙子 在雍正朝的十三年 他虽然没有实权 但也得雍正的以重 但在乾隆朝 红西就是东宫之嫡子的身份 深深地刺激到了乾隆帝 小编认为 红西在康熙 雍正时期 都没有篡位之心 在乾隆朝 更不会去谋求篡位 因为这完全没有任何希望 他或许有结党 但谋逆之罪 应该纯属诛心之言 只有巫师之事 可能存在 但巫师具体做了什么 一个家仆是不可能知道的 所以 红西之案 冤枉的成分更多 但是 对于乾隆帝来说 红西冤枉不冤枉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除掉了前太子之子 又震慑了宗室成员 一箭双雕 岂不快哉 司马迁在史记 扁鹊苍公烈传中说 女无美乐 入宫见度 事无嫌不孝 入朝见宜 意思是 女子无论美丑 只要入了后宫 就会被人嫉妒 世子无论才能如何 只要入了庙堂 就会被人怀疑 小编认为 红西的悲剧有二 其一 他作为乾东宫之子 身份限制了他的才能的施展 其二 他没有遇上一个光风际月的帝王 他的一举一动 都会遭到怀疑 参考资料 清世宗实录 清高宗实录 清史稿 朝鲜礼朝实录 雍正朝满文诸批奏折权益等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